很多人都認識這間店 這間實惠 專做香港的家居用品 電器、個人用品 其實很大型 現在開始有三間實惠 新的店接受加密貨幣 全港首設數字 貨幣付款 表速完成交易 如果你拿著比特幣 或者以太幣或者萊特幣 你都可以在這間店買到任何日用品 電器、家居用品 如果我們要實惠 用比特幣錢包購物 就不可以用普通的比特幣錢包 因為普通的比特幣錢包 只可以在網上購物 如果你在實體店購物 實體店要即時交收 就像普通的VChat 或者支付寶 即使用那種系統 即時交收到才可以 比特幣錢包這些 不是即時可以確認到 可能要等到 可能要等幾分鐘 十幾分鐘不等 所以近年開始 就有一種叫做Lighting Network 所以如果實體店 用比特幣買東西 就一定要用有Lighting Network 的比特幣錢包 才可以用得到 我現在立刻示範 下載一個Lighting Network 的比特幣錢包 這個比特幣錢包 叫什麼名字呢 這個Wallet of Satoshi 中本充錢包 安裝這個 開啟 其實看見它的版面都很清晰 開始 就進入了這個錢包 首先 左上角 就有一個Recept 加好 我就按下去 你自己可以做店鋪 向別人收錢 就用這個 Lighting 又有一個閃電 如果旁邊那個 就普通的Bitcoin符號 就是收回普通的比特幣錢 它的QR Code 是粗一點的 有些微粒 就是那些 黑白格子 是粗粒一點的 而Lighting那個 是密一點 細粒一點 是複雜一點 所以是不同的 有分別 看看你有什麼需要 就用哪一個 我先回去 如果我要付錢 就先用我本身的比特幣錢包 先用這個錢包 入少量 即是你當是散自包 入少量 可能是幾百元 存在這裏 接著你要去實體店 消費的時候 你就 開啟這個 按Scan to play 就可以了 按Scan to play 按Scan to play 就會有一個格子走出來 就會 Scan 那個 就是這麼簡單 而右上角的三點 看看有什麼設定 這樣就可以做到什麼 中英文都有 試試選中文 中文是簡體的 也好 好過沒有 法幣 你可以自己選 應該有港幣選吧 有港幣的可以選港幣 開啟了 估計它是 DETECT 到有什麼商家 裝了這個 Lighting Network 的修盤系統 修盤系統 修盤系統 澳洲有這麼多 即是澳洲出的 網絡商店 可以在網上買東西 其實在網上買東西 都可以使用Lighting Network 即是這堆商家 剛才那堆地圖 就是這堆商家 即是正在使用這個系統 好 按覆出去 登錄備份 如果你吊失手機或刪除此應用程序 你可能會吊失錢包餘額 要保證你的比特幣 或在多台設備上使用你的帳戶 請登錄 即是註冊了 而有你的帳戶 那你就 就算跌了手機 重新開啟 也有一個帳戶 給你自己去開啟 好 很簡單 打了自己的電郵 之後 它就會發出兩個字件 給你 接著 你登錄的時候 按它就要輸入兩個字 輸入完之後 你就會登入了 好 其實我已經可以使用了 接收 充值比特幣 請發送 不多於0.07 BTC充值 充值到這個地址 避免過度充值 即是它都保障你的 預料你 不是用來儲存比特幣的地方 是預料你用來消費用 所以是有限額的 0.07 即是多少錢 算一算數 港幣即是5000元左右 OK 那我就嘗試一下 開頭的時候 當然是50元算 那我就複製這個 密碼 複製這個地址 叫做 複製地址 點擊QRquote 叫做複製地址 那我就可以去我自己的 一個比特幣錢包 那裏 就送50元過來的 50元 是否太少 那便打100元算 繼續 那便會送0.00134 可以的了 OK完成 那我開一個 Ballet of Satoshi 接收到 但我相信 就是未曾 未曾確認 因為有六個確認 才叫做 完全是 完成的 完整的 所以暫時都未曾用得 可能要等十幾二十分鐘 所以 如果你用普通比特幣錢包 在網上買東西 是OK的 但如果你實體地址買東西 如果你是這樣的情況 那些商家當然不行 都不知道 確認成不成功 是吧 經試過最長時間 我整個月 他那個查車唇 都是完成不到的 是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因為是比特幣 他那個缺陷呢 就是容量太小 太多人用的時候 他查車唇 就不能滿足那麼高的 查車唇 所以就會大劑塞 大劑塞的時候 就會癱瘓了 所以就是不斷 在進步 在想怎樣解決這個方法 現在這個Lighting Network 就是用來解決這個方法 所以就產生了這種 Lighting Network的錢包 所以你要用Lighting Network 錢包去消費 你之前就一定要做好準備 你先要傳了些錢 入去你的Lighting Network的錢包 先 那你Lighting Network的錢包 有錢了 那你才可以用到的了 要不然你出去 只有一個等字 所以呢 這次就示範一次給大家 認識一下 現時 今時今日 用比特幣錢包去實體店消費 的程序是怎樣 但當然啦 如果你不用比特幣買東西 其實你可以選擇是用其他的幣 買東西就沒有這種問題 例如Lighting Network 或者用Bitcoin Cash 就不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因為Bitcoin Cash 亦都是不會有大劑塞的情況 所以都有一部份的商家 都會接受用Bitcoin Cash 去收這個比特幣現金 來作支付 如果你用得幣付費的話 實體店現在的方法 就是用這種Lighting Network的錢包 就是這樣 不知道大家明白不明白 如果不明白 繼續不明白都沒有問題 因為這些始終都是 慢慢接觸你就會知道 現時的情況是怎樣 因為比特幣始終 仍然是 集中在儲存那方面 如果真的要用貨幣去消費 其實就未是時候 也都可能不會 我就覺得不會 即是不會成為什麼貨幣 比特幣不會成為什麼貨幣 即是等於你不會在街上 去那些店舖上 用黃金來買東西 你會不會拿值金戒指去那些店舖賣東西 不會的 即是可能以前都試過用郵票來找生紙 但也不會拿黃金來找生紙 所以就是 比特幣的狀況 就相當於黃金的狀況 即是你不會拿著黃金去喝咖啡埋單 所以就是 為什麼會用其他人 會用其他的幣種來消費 就是這樣的意思 而比特幣仍然用來做儲存 如果消費的時候 你就會在比特幣那裏拆出來 兌換其他幣種 你才會用其他幣種去消費 就是這樣意思 即是其他幣種 以致時 Facebook出的幣種 就會變成一種流通的貨幣 但是比特幣始終都是一種黃金 放在儲存的性質 OK 已經講了幾分鐘 關於比特幣的東西之後 就已經剛剛好收到 收到錢了 收到錢了 即是可能這裏幾分鐘 收到了 有多少 133266個Satoshi 我已經是可以用到這塊錢來 去店鋪買東西的 要我買東西 按這個掃描 要掃些什麼 你去到那個店鋪 給錢 你給50元 你去掃描 掃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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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掃描不到 因為現在不是正式的 我下有機會 我就再示範一下 OK 今天介紹的這個錢包 或者就到這裏為止 好 我們下次見 就這樣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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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